第2121集 狗黄一直守着天地尸骸 伴着一口餐钟 其主人乃是时光法则鼻祖极强者 此外躺在青铜关中那位天地也曾演绎过时光经文 从某一秘术为始 逐步推向至高阶段 这猪有点腐朽的味道啊 说不定比我比你年龄还古远呢 狗黄低语 他一时间也没有能够看透此人的跟脚与来头 两届战场前 矮小的老者低语 各位打扰了 你们继续 真不用在意我 当我没来 说话间 他向五疯子走去 要将他提起来带走 楚风全程都未雨 静静观看 但是现在他突然寒毛倒树 后脑宛若被针扎般剧痛 浑光剧烈闪烁 第一时间 他全身符文闪烁演绎出来 不久前刚蜕变完 他所具备的神通 以及七宝庙术共同绽放 轰的一声 他血气滚滚冲起 在体外构建出一口大钟 上面鸣刻着各种符文 将自己遮在钟内 守护几身 几乎是同时间 一根血色的剑语射来 正中大钟上 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几乎贯穿此钟 天穷都炸开了 这一剑 伴着无比惊人的能量 蘑菇云成片的爆发 足以射日坠星 惊涉时间 强如楚风的护体大钟 凝聚他全身的精粹于道行 现在也解体了 碎裂了 可想而知 如果他稍慢一些 一定会被射杀 须知 楚风竭尽所能 一身神通妙术都化成符文 构建成大钟了 纵然这样 还是被人冻穿了中体 不过这足够了 给他争取到了时间 在中体瓦解雨 炸开的刹那 他已经横移躯体 避开贯穿向后脑的一剑 轮回路的化神剑 有人颤声说道 很是恐惧 所谓轮回路的化神剑 它来自轮回路 能将任何人的神魂化掉 真要射中的话 楚风必死无疑 连真灵都逃不掉 这一刻 楚风祸得转身 盯着某一个区域 他真是怒法冲冠 不久前 五疯子都没能对他出手 有黎达献身 有神妙仙子出使 为他挡住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 现在还有人敢对他下死守 要谋害他 这是不在意 视他 为可随时杀掉的蝼蚁 当真是胆子惊天 歹毒无比 这是下了决心要灭 他不给他丝毫机会进行袭杀 还好 这一次他蜕变了 更加强大了 进化出的灵觉 越发的明锐 极尽升华 提前感知到致命的危机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死了 这时 所有人都心惊 觉得不可思议 须知那位开创时光精的矮小老头还没走呢 虽然他说不要在意他 但是在这种氛围下 当着他的面 真个敢直接动手 也是胆子太大了 果然 那位身材矮小的老者 也有点觉得意外 看向某一片模糊的虚空通道那里 轮回路上的人哪 难怪 楚风杀了过去 没有什么话语 这一次他直接提刀 是那颗种子所化的血量 与风锐无匹的长刀 光芒滚滚 如星海翻腾 又像是雷霆亿万道 被他擒着向前劈去 没有对峙 也无争辩 惨烈薄杀就开始了 那里有多位大能 是从轮回路中走出来的一列人 结果被楚风七几 上去是大杀 扑扑扑的血光蹦践 有头颅飞起 这一次楚风真是怒了 轮回路上的人 当真是太蔑视他了 没将他当回事 随意间就想杀之 此外 连离黑手语神庙仙子都没走呢 就对他下手了 其他不会被人庇护吗 楚风发怒 提刀闯轮回路向李杀去 这一次 人们全都傻眼了 这个楚姓少年真的是太魔性了 居然在这种场合下大开杀戒 将时光经的开创者的风头 都要抢走吗 这时 从明山中走来的那位身材和矮小的老者 看着轮回路 竟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位 简单的两个字 同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模型 人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他所说的肯定只能是那一位 自明山中复苏 将五疯子打成道童的矮小老者 他居然是这种表情 这样的姿态满是震惊之容 并提到那位 这怎能不让所有人颤力 揭心惊肉跳 我感觉到了那位的力量 是他 他再次开口 语不惊人死不休 可谓识破天经 居然这么肯定的到处轮回 深处有那位的能量波动 那位留下了太多的传说 但却只在世间最强大的真仙 纠集生物中流转 其他进化者大多都没资格知晓 这个存在太特殊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举世都要将他遗忘了 在心中留不下关于他的记忆 现在 有人说他在轮回路身处 纵然是武皇都不挣扎了 暂时寄静 他这种不甘被俘的凶人 也想知道关于那位的秘密 在场的人自然没有忘记 之前就有一个强者闯进去了 正是那手持战毛的九道一 来自第一山的老怪物 九口官啊 当真是惊心动魄 如果分散开来 各自出生在不同的年代 每一个都有冠绝万古的水准 了不得呀 时光粒子浓郁将矮小的老者包裹 他竟发出这种感慨 进一步揭秘 轮回路深处莫测的深水区 这时还有一人很猛很暴烈 那就是楚风 只身杀进轮回路中 就这么生硬的闯进去了 提长刀扫轮回 实在是太惊人了 他沿着模糊的轮回路而进 将那队正闯出来的兵马 都给拦住了 主动大杀而至 一位大能兽手 雪亮的长刀划过时 照亮了昏暗的轮回路 让所有人都胆颤心惊 这也太硬气于猛烈了 一队轮回狩猎者都为大能 没有一个弱者 这是加强版的执法者 跨过轮回路传送到此地 你敢 一头银色的大老鼠 鹤翅 它大扮人高 皮薄骨头 带一身皮毛雀正亮 提着一杆血色的长毛 刺向楚风 轮回狩猎者中 拥有自主意识 并且较为清醒的真不多 这头大老鼠显然不凡 还懂得鹤翅与恫吓呢 这对生物中人形的少有 有半人半舌的怪物 也有三头六臂的机械佛祖 都很古怪 从血肉生物到金属生命体 皆有 但有一点一样 他们都很强 这是精英狩猎者 其中一个金发生灵 手锤一张大弓 刚才正是他射出的化身剑 他拥有一张很美丽的面孔 黄金发丝将他衬托得 如同太阳女神般 难得的血肉饱满 散发着神圣威压 这是几乎成为大混元的生物 他上半截为人参 下半截为蝎子体 看起来形体可不而古怪 大能对应的境界为混元 而这个女子接近大自备了 无限的濒临大混元层次 很棘手 他现在又一次张弓了 对准楚风 枪枪枪的 在楚风的背后 五道神光冲销 那也是七宝庙述中在演绎 他目前得到五种天地奇真物质 演绎五光轮转 宛若五口先简出窍 犹若蔑是孔雀 展开尾语 要横扫乾坤 华神简又一次射来 贯穿虚空 带着滔天的能量 让轮回路都不稳固了 剧烈的动荡 这一次 楚风脏八路 最后更是炸开了 同时 楚风三头六臂浮现 十二昆蓬一展现 加之火眼金睛 轰杀周围的大能 这简直像是魔神到来 他摧枯拉朽 自身完全放开了 最后的半只后脚跟 也几乎算是彻底迈入 大能领域中 能量气息暴涨 在楚风的周围 形成恐怖的旋风 似乎能搅动星空 牵引山河 极其可怕 他打开大河 砰的一声 他一拳就将一个 人手蛇身的怪物 打飞出去 而后在半空中炸开了 这是何等的凶残与霸道呢 一拳打爆了一位大能 而他另外一只手的长刀 则直接连批两位大能 刀光朔朔 席卷天地 透过轮回路 映照了出来 如一挂星河 倒垂世间 太璀璨了 纵然是远处的五疯子 都瞳孔收缩 他认为自家的弟子门徒中 若是同境界队上 远比不上这少年 可是 这个楚姓少年 才修行多久啊 五皇也在自问 他年少时 能力压这个楚风魔头吗 一柄紫色的长毛刺来 结果被楚风用一根指头抵住了 而后猛然发力 磕查一声令毛体直接崩断了 他在运转倒影呼吸法 口鼻间近视白雾 张嘴间一股金色的能量喷波而出 化成的符纹 成为特殊的音波 向前呼啸过去 砰的一声 一位大能炸开了 等若是被楚风猴死 另一位大能的半边身体 也被那金色的符纹能量冲击的碎裂了 破烂了 整个人横飞出去 眼看也不行了 太凶惨了 所有人都很吃惊 这个离开不久 再次而回的楚风魔头 怎么比之前强了那么一大截啊 又是一拳 而且是终极拳印的大爆发 楚风打到这条映照出的模糊的轮回路 近乎崩断 横击狩猎者 将那只银色的大老鼠给击杀 大能尸骨四分五裂 非常射人 他手中的长刀横扫 段时间逼腿一群人 顺带又将一颗头颅削落 刀光如海啸拍暗 震荡整片空间 轰的一声 楚风如同一道雷霆冲了过去 锁定那个手持大功的金反女子 这是一个无限接近大会员层次的强者 一刹那 刀光万重 楚风不断力劈 斩裂长空 让映照到这里的轮回之路 寝室的磕插作响 要解体了 显然 这个女子很不简单 非常强 急速射出几剑后 快速祭出数十口飞剑 划成剑鱼 阻击处风 其他大能再次出手 猎阵围龙 道文密密麻麻 全都是规则符号 要一起炼化他 猛人哪 就没见过这么凶残的少年 赶进轮回路杀大能级狩猎者 这么的主动于霸道 当年 李三龙对轮回狩猎者产生不满时 也只是暗中下黑手拍死了一些 却不曾留下证据 这个少年刚好 当着全天下人的面 不死不休 大杀狩猎者勇气可嘉 嘘 小点声啊 李黑手可能还没走远呢 别念叨他 当心后脑被拍烂 毫无疑问 楚风被所有人瞩目 连那矮小的老者 来自明山中的时光经的开创者 都被抢了风头 楚风心有怒火 一而再被轮回路的生物针对 要除掉他 既然如此 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直面 打杀就是了 这时 两届战场中 无声无息多了两个人 也只有极个别发现他们 比如那个来自明山的矮小老人 这两人可以称之为 猿族在阳间的最强二仙 一个是活了无比久远的 究极老祖 一个是在近古成为 大雨及生物的 绝代强者 都来头极大 他们对矮小的老者 无声的失礼 哪怕强者 如原族他们的最强二仙 也都不敢有任何不敬 身材矮小的老者点头 没说什么 又在盯着轮回路深处了 他看到九口关 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正在研究 老祖 原族的人吃惊 喜悦震撼 原族的最强战力 居然亲身降临 历史有人禀报两人 该组一位有可能会成为 大会员层次的杰出人物 被杀了 并看向楚风那里 老祖 我去杀了他如何 以人低语 这是原族一位 接近究极层次的顶尖人物 不久前 他就要出手 被夭夭挡住了 现在见二仙到来 准备无论如何 都要杀了楚风 因为就目前来看 那个少年潜力太大了 将来必是大患 楚风才多大年龄 现在就可力敌 大会员层次的生灵了 杀了就是了 原族 那位在禁谷城岛 位列大羽级的强者 第一次开口了 一副中年男子的样子 一头发丝很浓密 脸堂看起来无比冷漠 眼神都如同冰窖似的 不带任何感情 他说完后 并不是要别人动手 而是自己直接下了杀手 伸出一指 就要向着轮回路中点去 他是大羽级生灵 要杀大能等 简直太容易了 真要出手 哪怕再添纵的混员层次的高手 也挡不住 这个人很强势 很可怕 一时间他浑身经营 能量沿着那根手指 直接就激荡了出去 哇 我娶你大爷的 这是老古惊叫 忍不住骂爷 因为他发现 黎大黑没在这 不知道退哪里去了 难道走了吗 这还怎么挡啊 同时 神庙仙子在天边 既到那开创出时光经的老者 不再近前 估计也来不及挡住这必杀一击 刹那间 有人动了 夭夭出手 正反时续并在一起 形成阴阳图案 而后 正与反的时光碰撞又炸开了 他这样一击 震惊了所有人 他还不是究极生灵呢 可是 这惊天动地的一击 却是挡住了 原族的腐烂大鱼生物 原处 楚风浑身汗毛倒数 他感觉到了危机 瞥眼一看 竟是夭夭帮他挡住了 又是原族 当真是阴魂不散 屡次加害他 同时 他忍不住心中骂狗 太不靠谱了 也想骂那个老儿子 也真是够无良的 居然都没什么反应吗 狗子 我 楚风炸毛了 忍不住在心中 观想那两个生灵的形态 然后骂娘 语外 两个生物一脸痴呆响 有人这么骂他们 两者都没什么反应 片刻后 他们依旧没有回过神来呢 因为他们也在盯着轮回身处 感受到了那位 至高无敌的能量气息 他们在这种境地下 都没有搭理处风 在研究轮回深处的奥秘 这是那位 当年挖开的地府 绝出的一段轮回路吗 我怎么感觉 他似乎留下了什么呀 他自己演绎的轮回 不会扎根在此地吧 世间有种说法 那位或许会已深入轮回 要演绎什么 要进入某一地 然后去杀敌 他该不会是在这里吧 一人一狗震撼发呆 有点懵 那里有九口官 其中一口官葬的 就是那位的亲子 九到一都跑进去了 现在连着一人一狗也知道了 他们两个怎能不多想呢 那位的后院 此时自明山中复苏的 挨小老者自语 瞳孔收缩 像是有所觉察 一阵的倒些冷气 两届战场 没有几个人听到他们的话语 现在 人们的目光正聚焦在 夭夭与那位腐烂大羽 级强者的身上 前者就这样挡住了 元族二仙之一吗 这实在是太惊人与震撼了 显然 夭夭发动那样一击 并非是常态 而是竭尽所能的对抗 便是如此 以此发现 也够惊涉世间了 此时 黄牙老者上前 挡在了前方 轮回路上 楚风大开杀戒 满身是血 她刚才击毙了所有人 连那位满头金发的女子 也被她涂掉了 血量长刀前 一颗美丽的头颅飞了出去 连魂光都随之杀灭 她心中波澜起伏 有焦急 也有顾虑 她 看到了夭夭出手 更看到那个腐烂大羽姬生物 楚风知道 元族二仙之一 就是夭夭的大仇人 元族这个劲骨得道 成为腐烂大羽姬的强者 就是害死夭夭族上的凶手 当年 更是在夭夭爷爷身上栽种母金 都是出自她之手 羽上天尊一生的悲哀 皆是由此人一手造成的 现在 这个腐烂的大羽生物来了 她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 敢发现的惊艳女子 是羽上的后裔 不然的话 无论如何 都要全力以赴下死守 这时 轮回身处九道一南南 这时轮回身处九道一南南 同时 她的眼底中 也有冷芒 逼是轮回路 身处更强大的狩猎者 你们究竟是谁 为何盘踞在这里 敢沾染无边大因果 很快 她也注意到了外界 双目射出两道冷冽的光束 元族 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不知道楚风 是我第一山的记名弟子吗 小背争风也就罢了 我懒得理会 哪个老不死的活腻了 你就再出手试试看 我 多了你的狗爪子 狱外 狗黄忍不住弯那一声低吼 呲牙咧嘴 那位的后院 真的存在吗 这时 刚复苏不久的矮小老者 竟也要入轮回路身处 九到一早就进去了 现在 连自明山中复苏的矮小老者也悚然 并以身试险 要进轮回路身处 这怎能不让人多想呢 一片哗然 而后人们的后背是阴冷与冰寒的 预感到今天多半要出大风暴 与那位有关 绝不是小事 那位的后院 几个字而已 足以撼动万古青天 搜的一声 时光经文的开创者 那个矮小的老者消失了 进入轮回路身处 若是其他人 躲避还不及呢 谁敢以身试法 冒闯轮回呢 但矮小老者 这种生物绝对没问题 肉身肚恶徒 敢只身前去往生之地 有堕落真仙猜测 若是以他们那一届的等阶 来衡量的话 矮小老者多半是一位 准堕落先王层次的生物 或许可以去掉准字 它就是一位真正的 堕落先王级生灵 这就有些震撼人心了 这个等级的进化者 无不乏力滔天 举世难寻匹敌者 九寇观众都是当年的人吗 灌骨掘机 曾经叱咤风雨 是随那位征战过整片古史的 那些无上生灵吗 九寇一身体发抖 强大叔他都有些站不稳 他只能确认出一位 诸宏大观中是那位的亲子 他走过去了 进入一片模糊之地 那里是轮回路的最深处 他在探索 他在祭典饱含着感情 其他人都在关注 但却看不到 也不敢亲临 毕竟那里是轮回地 有着太多的秘密 难道那位真的曾在里面 其余此地 现今他还在吗 外面两届战场上 元族的二仙 却是神色冷冽至极 刚才被九到一呵斥了 现在他们眼底身处都是无尽的杀鸡 虽对魂河之战有耳闻 但他们终究是没有亲眼看到 并未动彻真相 所以他们对九到一的敬畏 只是流于表面 内心还没有达到无比恐惧的地步 根本不知其深浅 并且他们现在的立场完全不同了 早已不指望阳间 甚至不指望诸天 早在很多年前就投校诸事外了 尤其是现在九到一 进入轮回深处了 去探究那位的生死之谜 他们两人目光阴冷 再次锁定处风 因为元族二仙有种感觉 这个少年的身上有大问题 现在不尽早灭掉的话 将来可能想杀都杀不了 甚至他们有种可怕的直觉 这个楚姓少年将来会是大灾患 会为元族带来灭顶之灾 当体悟到这些 在禁谷成道的腐烂大羽 及元族强者忍不住又要动手了 他要杀之而后快 管你是危机 还是潜力无边的祸胎 现在除掉的话一了百了 不用为未来而忧 所以曾经害死夭夭祖上 让羽上天尊一生悲苦无依的这位大羽鸡生物 不惜得罪第一山也要下手了 而元族二仙中的另外一位 古老到岁月无法考证的究极生灵 第一时间配合 案中准备抵住夭夭身边的黄牙老者 突然间元族二仙就发难了 雷霆出击要弄死处风 黄牙老者与夭夭都是第一时间警醒 迅速拦阻 黄牙老者是有真仙级战力 刹那而已 与那元族的老纠集就对上了 两者间爆发赤盛光芒 像是开天辟地 两轮大日升起 熔炼虚空 将万物都化为虚无 他们的交手太可怕了 秩序断裂 如同柴火在焚烧 有太初的能量弥满 有宇宙寂灭的气息笼罩 惊涉了天上地下 而元族二仙中的另外那位 大鱼生物已经抬手 向着轮回路中抓去 隔空摄取处风过来 到了他这个层次 真想要杀纠结以下的生灵 真的太容易了 哪怕是大能中的横自辈到来 他也能一只手就灭掉 至于大自辈的 他一根指头就能戳死 若论境界的话 处风还不算是真正的大能呢 还差个后脚跟 没有全面迈进去 所以这要让此人击中 刹那就要行神 结成鸡粉 血泥都剩不下 有些人呵斥着 你敢 但是来不及阻挡了 具备真先实力的生物出手 速度太快了 有几人可挡 甚至说又有几人能看清呢 许多人都只是凭直觉判断 眼前只是一花 天地间就被秩序贯穿 以至大手掘开了轮回路 要点死处风 李大黑 你真坑啊 老古师目瞪欲裂 虽未看清 但是他知道处风要完了 而这一次 李大还是没在附近 谁都明白 真先生物动手 处风必死无疑 根本不可能挡住 而元族这位腐烂的 大羽鸡生灵 绝对有这种战力 他是阳间 禁谷以来 有数成道的人之一 甚至可能是禁谷唯一 最起码明面上是如此 所以元族这位腐烂的 大羽强者 一向是说一不二 他天资太高了 实力极强 敢号令 禁谷以来 诸族进化者 处风的身体飞了起来 被阁空从那轮回路中 摄取出来 直接飞向那只 可怕的黑色大手 那只手看起来很粗糙 但是每一条纹理 都是规则 都是道文 故此 捕获究极以下的生灵 实在是太轻而易举了 在大手周围 空间都在塌陷 时光都不稳固 有光阴碎片飞舞 景象极其可怕 传言果然是真的 元族亦有不完整的时间妙述 所有这些都是电光石火间发生的 快到人们反应不过来 出乎众人的意料 楚风被摄取到半空 被拘禁的过程中 他一点都没有化仙级进化者呢 楚风发丝飞扬 眼中冷漠 不畏外界所动 眼中只有那只大手 而心中唯有刀翼 一往无前 坚定回刀 一刹那 像是银河坠落 游若星海炸开 白茫茫一片 刀光万虫 带着无边的神秘符号 像是斩断了宇宙乾坤 绝世无匹 这时 摇摇意识同时间动手 从背后 向着那位大羽级生物攻击 鲜光灿烂 他刺出了一剑 直指元族强者后心 元族这位 在禁骨成道的强势人物 脸上冷酷无情 不为所动 手掌翻路 就要拍死楚风 什么刀光 什么妙术 在他眼中都算不得什么 因为境界差距太大了 在他的天幕中 这不过是飞蛾喊巨龙 不自量力 攻击他的人 注定会被撞个粉身碎骨 然而 下一刻 他冷酷的表情僵致了 他整个人都凝固了 定在半空中 一动不动 连抓向楚风的那只手 也都是所有符文消失 暗淡无光 你真拿我说过的话 不当一回事吗 敢亲自下场 杀第一山的记名弟子 这也是九道一的声音 自那轮回路最深处传来 即便他真身进去了 也没有忘记外面 依旧在关注呢 原族的大鱼生物 几乎算是筋骨最强一 现在却惊悚了 他居然动弹不得 被人定在了半空中 他第一次意识到 阳间的水太深了 活着的怪物中 怎么会有远超过 真仙级的力量呢 这时 楚风的刀到了 他一直冷淡 触遍不惊 镇定的让人吃惊 现在雪亮长刀 所向立劈而止 噗的一声 那只大手镜断落了下来 血液似箭 那是大鱼籍生物的真血 恐怖气息顿时弥漫出来 让许多进化者都承受不了 近乎弹软在地上 血液的威力太厉害了 所有人都震撼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个少年斩落掉大鱼生物的手掌 那只手齐腕而断 鲜血孤孤而涌 这太不真实了 正常来说 纵然是腐烂大鱼生物 站在那里 任楚风去批斩千百次 也是真身不坏 甚至 大鱼籍生物的真血 溅落出来 就足以威慑楚风 让它承受不了 不然 何以为尽先生命呢 怎能高高在上 俯视阳间的一介呢 现在这一刀 简直是颠覆性的 打破常理 让人难以置信 为何能如此呢 皆是因为 这柄长刀太特殊了 是由不可揣夺的种子所化 并且汲取过世外的意图 那种土质 在世外一片高原上 曾埋过与内卫 以及天地有关的青铜棺谷 连楚风自己都没有想到 银白正亮的长刀爆发后 威力会这么强 风锐到不可思议的境地 割断针先手腕 让那只手掌坠地 当然在此过程中 他是不怕的 再怎么说 九到一就在轮回路中 此外他刚才已经骂了半天狗了 更是不断的在心中观想老儿子 早已招惹了那一人一狗 等着他们驾临出手呢 所以哪怕被拘禁的过程中 他也从容不破 依旧坚定回刀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九到一最靠谱 那一人一狗 又放他鸽子了 该被雷劈啊 他实在忍不住 心中再次骂狗 狗子 老儿子 哭的一声 在同一时间 妖妖内一剑 以刺中大羽肌强者的后心 将他洞穿了 鲜血洒落 场面无比的射人 众人无不倒吸冷气 许多人颤力 这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一位大羽肌强者 接连被低于他境界的人 斩坏躯体 太不可思议了 所有人看向楚风雨夭夭的目光都变了 一切都是煞事件发生 从园族大羽强者出手 到他被钉住 右手燃血落地 载到后心被刺穿 都是刹那完成 九道一冷冷的声音传来 大羽下随便出手 去追击 去击杀我第一山的寄名弟子 我都不在意 但是 你一个威名很大的尽仙怪物 也这么不要脸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许多人颤抖 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势 然而 时时然而来的黎达 却是嘴角抽搐 想到了当年的一些不好的经历 真先以下 随便就可追杀第一山的弟子 真是灰暗的人生 他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 事实上也有不少人想到这个问题 第一山历来收徒的标准都高得下人 可是最后剩下几个呢 历史上 第一山的弟子几乎都消失了 哪怕是黎达也传闻死了千古后 这才又还阳回归 可见 第一山的弟子多么的惨 说是优胜劣汰 可被外界灭掉 与全灭的几率太大了 算得上是地狱级的成长过程 九道一喝道 你过界了 然后 人们就看到原族那位腐烂大雨级生物的眉心 出现一道裂痕 鲜血唐落 而后裂痕迅速的向下蔓延 他要被裂为两半了 我去 众人震惊 这第一山的老人皮强大到了这种境地了吗 看来浑河之战有些传闻 有些鹤斥声 并不都是虚的 实在太恐怖了 九道一发怒奸 让禁锢在半空中的原族禁仙强者就要四分五裂了 无声无息解 两届战场中来了一条黑影 像是一道幽灵 将阳光都吞没了 光线照不到他的全貌 他叹息 像是一个活了万古的厉鬼 声音让人发肾 很苍老 也很邪性 给人一种自身即将要坠落深渊 没入地狱的感觉 道友 手下留情 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啊 我保证真仙级进化者 无人在妄动第一山任何一名弟子 人们凌然 这又是谁啊 来自哪里 似乎可与九道一比肩 而且他这是话中有话吗 难道第一山还有其他弟子 在别地征战 他这也算是半邪伤 家之一驴 要邪之意吗 九道一发出一声冷哼 然后 元族的腐烂大雨生物就倒飞出去 但身体却裂掉了大半截 真血流淌 当然 到了元族大雨机强者这种程度 根本死不了 只要魂光不灭 一切都会再现 况且 他连肉身还都在呢 显然 九道一不想撕破脸皮 人们意识到 来人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现场 有堕落真仙心头巨阵 暗自猜测 这该不会是堕落先王族走到极尽 彻底的背弃光明 永堕黑暗不回头的那个人吧 那位 他真的在这里吗 不知是生是死 还是说 早已借此地月空而起 又去征战了 可无论如何 我也来此地拜上一拜 独断万古的至高神圣 如同幽灵般的黑影开口 他也进入了轮回路深处 轮回地 传来阵阵特殊的波动 像是有人在大碰撞 又像是有强者在交流 符文化成粒子流 很是可怖 不久后 似乎一切又回归瓶颈 我感受到了您的力量 我这个曾经的小兵 如今也老了 还能再次见到您吗 轮回路上 九道一颤颤巍巍 嘴唇都在哆嗦 天哪 外面 有老怪物听到这种话语后 身体上直接生出了白毛汗 胆子震颤 九道一的身份未免太高了 他竟然见到过那位 听其意思 与那位曾共处过一个时代 虽然世间早有传闻 但是毕竟没有证实过 现在九道一自己这样开口 着实吓坏了不少人 我来进监 朝圣 叩拜您 九道一无比虔诚 他闯入到轮回路 深处一片非常奇异的地带 有朦胧的光覆盖 有一种淡淡的情绪在流淌 此时 自明山中复苏的那个身材矮小的老者 以及那名刚赶到 如同黑色幽灵般的强者 皆惊悚 也都接近了那个地方 他们还毛倒数 这时 突然九道一颤力 体弱筛康 像是经历了无比恐怖的大事件 一瞬间他脸色苍白 似乎洞彻了某种真相 我们都死了 全世界都消亡了 整片世界都是 第2125集 淡淡的光从轮回路深处传来 像是被朝霞洒满的金色海面 波光淋淋 荡漾开来 洗礼人世间 万古诸天一化卷 你我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虚幻的 不过是一场梦境啊 现在梦醒了 九道一的声音传来 带着伤感 带着眷恋这个世界的无力感 惊悚了人间 他的话语太具有贯穿力了 让人胆寒 振振的毛骨悚然 梦醒了 像是一道魔咒 在桌里绽放盛开 卷动虚空 他犹若木骨沉中 触动人的灵魂 惊扰了所有人的梦 一时间 让众多进化者震惨 而后似觉悟了 除风如醍醐灌顶般 大彻大悟 他煞是觉得 自己似乎长期陷于沉眠中 现在终要清醒过来了 犹若黄中大驴在耳畔轰鸣 让他眼前渐渐地生出亮光 很快要捅破一层窗灵纸 将看到外面的世界 啊 醒了 醒了 耳畔传来呼唤声 鼻端又消毒水的味道 不是很好闻 除风渐渐睁开眼 有些朦胧 隐约可见墙壁很白 这是哪儿啊 除风 你终于醒过来了 谢天谢地 有人喜悦惊呼着 有人在身边开口 一个人在户外旅行 还敢独自登上昆仑山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次 你不慎滚下一个坡地 相当的凶险 除风茫然 这是哪儿啊 在医院吗 眼前有几张熟悉的面孔 叶轩 很文静 大学时的同学 经常一起踢球 正在紧张地看着她 还有苏灵溪 印象深刻的美女同学 人非常漂亮 也可以说是略带帅气 平日做什么事都干净利落 十分地洒脱 除风 别想不开啊 这不符合你性格呀 你们只是和平分手 算不上痛苦的失恋吧 你这次要是出事 这会让人以为 你想不开 跳山了呢 说不定很快就会上新闻 毕业季 一处性青年 失恋跳昆仑山 这得多火爆呀 人家都跳楼 你跳万山之祖 龙卖源头 你这是给昆仑阳名呢 还是污名化昆仑山呢 苏炳熙笑得很甜 故意一副 没心没肺的样子 丝毫不给楚风留面子 楚风发呆 脑子转不过弯来 这是地球 他身在一家医院中 而且刚毕业没多久 他才与林诺依分开 叶玄说道 医生说你问题不大 头部伤的不重 不至于留下后遗症 不过你爸妈担心坏了 这不 叔叔与阿姨他们两个 疲累交加 照顾你一天一夜了 刚被我们劝走去迷会儿 楚风觉得太阳穴有点疼 稍微平静 他看向近前的几人 面孔依旧 还是刚毕业的 青葱样子 为什么总觉得像是过去了很多年呢 可是他们并未增添 几缕成熟 还是那么的亲切与熟悉 而后刹那间楚风彻底呆住了 他在医院 他从昆仑山跌落下 然后昏迷至今才醒 宛若一道闪电划过 他心中浮起无数的画面 然后他迅速的运转呼吸法 可是没有力量 他感受不到 一切都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吗 所谓的进化 所谓的小阴间 还有阳间 种种光怪陆离 所有神圣怪物等 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梦境吗 他回不过神来 为什么是那样的真实呢 梦中所见 多年前 他的进化起点就是在昆仑 天地异变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现在对上了 所有这些都只是他的一场梦 一个归例 而又带着写的故事 都是虚幻的 那是别人的悲与欢吗 真实的情况是 他在昆仑出了意外 昏迷了 现在 他的身体出于本能 出于自保 关键时刻在梦境中 一些可怕的经历与刺激 让他从植物人状态中 苏醒了 楚风脸色发白 有遗憾 也有不舍 在梦中 他有那么多的朋友 那么多的故事 那么多的悲欢离合 与过往 他竟放不下 舍不得 很久后 他才看向眼前几人 很久不见 很想见你们 楚风有感而发 一别多年 在梦境中 似乎过去了 十几年了吧 尤其是在梦中 他走上进化路 成为了非常著名的人贩子 想不被关注都不行 可谓 闻达星空下 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 他尽量远离 最后 他更是进入了阳间 一别很多载 现在再次见到很亲戚 你怎么怪怪的呀 毕业没多久 我们就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人还未老 就提前活在回忆中了 梦醒了 一切都结束了 楚风叹息 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为什么让他如此的不舍呢 庄周梦蝶 蝶梦庄周 我见 我闻 见我 闻我 怎么选择 楚风轻语 然后竭尽所能 动用自己的意识 以及身体所有的力量 发出了一声嘀吼 我选择 此地才是梦 异域飞患 然后 他的身体绽放出了光芒 口鼻间有白雾进出 成功运转呼吸法 他用手轻轻地向前点去 那些朋友 那些同学 如梦幻泡影 碎掉了 幻灭了 楚风大喊着 愿你们一切安好 他挣脱眼前的光木束缚 然后他复苏了 回归了 再次站在了两届战场前 他略有怅然 离开地球很久了 的确想回去看一看 眼前 场景怪异甚至很恐怖 轮回路中 荡漾出的波光 神圣而浩瀚 覆盖了整片两届战场 所有人都出神 都在发呆 楚风彻底复苏了 刚才的经历 也只能让他稍微 恍惚于短暂的迷茫 因为 以前他已经经历过 相类似的事 不过当下所见 有些人的确在虚弹 要消失了 楚风倒心冷气 觉得发毛 这是 哄的一声雷鸣 在他耳畔乍响 同时让他的双目 剧痛无比 几乎有鞋躺出 这禁忌的异景 他无法审视吗 轮回路深处 九道一惨然 风风点点 顽顾畅天一画卷 我们都是虚假的 都是画中人 都是历史的印记 是时光记录下来的伤 若惊雷四天节 他的话语太涉人心了 阵笼发魁 傻时间惊醒了许多人 很快 所有人都从 奇异的状态中复苏了 桌里一片鲜飞 楚风看不到 双目阵阵剧痛 而有很多人也是如此 能见到周围朦胧的身影 但是却看不真切 研究时光 留下腐烂精卷的老鬼 你果然也死了 九道一的声音传来 站在轮回路深处 看着不远处 那个将五疯子 强收为道通的矮小老者 那个矮小的老者心神恍惚 现在回过神来 你在胡说什么呀 我领悟时光浮闻奥秘 早已不朽不灭 万古长存 你看 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九道一向他点去 波光淋淋 如同水浪洗礼 将那老者淹没 你看 你满脸都是血 早死去 不知道多少年了 你所感受到的 现在所经历的 皆为虚假 乱语 身材矮小的老者双目中 绽放时光符纹 整个人气息暴涨 能量等级提升了一大截 你当年留下的时光精卷 都腐烂了 你就没有多想吗 你自己死去了 留下的不过是遗书 那是你最后的心得与感悟 都是死人 满脸都是血 大多生计都不复存在了 九道一常谈 有无限的碑鱼唱 他这是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吗 大友 你疯魔了 之一 并且 有堕落真仙认为 他是那种永堕黑暗 再也不会回头 再也不愿回首 千尘往事的至强堕落强者 九道一看向幽碎的轮回路身处 我们是什么 又看向外界浩瀚疆土 我们是什么 有若话中人 被人泼墨 留下影子印记 远方处风震撼 他都听到了什么呢 九道一竟在那里如同疯了般一语 像是遭受了重大打击 并且他还未说完 依旧在滴吼着 按照九道一所讲 万古长空 不过是一幅画卷 里面的山河景物 以及所有的生灵 都是画上去的 这简直太惊悚了 让人害怕 你 真的走火入魔了 仔细看看这个世界 它是如此的生动 时光经的开创者 那个自明山中复苏的 矮小老者陈生说道 他在发毛 但更多的是不甘心 在进一步动彻轮回路 深处的真相 九道一情绪低落 或许言过其实了 但是这种比喻也差不多呀 我现在有点渐渐明白了 为何那位不在古史中 未来也不可见 你我都死了 整个世界都衰亡了 我们或许都是 那位观想出来的 简直是晴天霹雳 炸得所有人双耳嗡嗡作响 这也太可怕了 太害人了 让两届战场的进化者 都从头凉到脚 含毛倒数 楚风头皮发麻 而后连脑瓜人都发麻了 凉嗖嗖的 接着又跟过电似的 这也太害人了 匪夷所思 震颤人的灵魂 他想到了很多 地球在轮回 有些旧事在不断重复 而它是在地球诞生的 这一切都是预示着什么 他对九道一的话语 不完全相信 但也接受部分 可疑的真相 曾经的我们都死去了 只残留些许痕迹 连印记都算不上 难道那位 以真身眼轮回 要逆改一切 而我们只是 他在路上观想出来的 话中人 这时 九道一南南不断猜想 持续地推测着什么 有一点 九道一可以确信 他应该真的死去了 他这个当年的小兵 或许早已战死 在很多个纪元前 可是那位呢 真身入轮回后 还未回归 这是出了意外 分解消散了 亦或是又一次 超脱离开了 这时 亿万里之遥 超脱阳间外的 莫名虚空中 苟黄与 腐蚀都脸色发目 接着面面相去 感觉阵阵心机 他们一同将目光 注视向九道一那里 总觉得发毛 这老人披风了 他或许死了 但怎么能说出 天晚界也死了呢 最起码 我还活着呀 黑狗 黑狗呲牙说道 狗言残喘 腐尸看了他一眼 而后施展莫大的神通 对轮回路身处的九道一耳语 传音 他想弄清楚状况 狗啊 还有死胖子腐尸道士 你们都是画中人 都是别人观想出来的 而如果确实存在过 也死去很久了 九道一回应 放屁 放掀器 狗黄大怒也不忘临时改口 他怎么可能接受死去了 这种说法呢 你我都是画卷中 被人泼墨的色彩 放奔黄的 心气 这是一个虚解 没有什么为真 整片古史都如此 九道一扬天常叹 胡说八道 照你这样说 难道时尚的三天地 至高的存在也都是假的吗 也与你我一样 是被观想出来的 或许吧 我不清楚 最后 他看向两界战场 看向隐隐绰绰的进化者 有些生灵的脸上都是浓血 看起来阴残残 而远方 血月横寡 天底倒悬 九道一 情绪无比的低落 地狱空荡荡 恶鬼 在人间 都是恶鬼 满脸都是血 游荡在外 九道一的声音很飘忽 像是很远 可是听在许多人耳中 却像是炸雷似的 楚风身体发僵 此时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 一桩桩往事 那是一个特殊的夜晚 他曾遇到一个自嘲 从地狱出来放风的男子 那个男子很英伪 有种独特的气质 看起来超绝人世外 更是在感慨与怅然时 自言自语说 他曾经 灌天上地下 十时 那时这个男子就曾说 那一夜 阳间到处都是死去的人 在游荡满脸的血 而现在九道一 竟与他说的神死 老人皮也发觉了什么 居然说出类似的话 如果他说的为真 怎能不让人崩溃呢 全世界都是虚 都是假的 而他们都是话中人 全死去了 现在自然可以理解 九道一 为何突然疯癫了 世界观崩塌 颠覆以往所有的认知 甚至连自身都被否定了 谁能平静面对呢 九道一伸出双手 站在轮回路上 面对那波光淋淋的金色光韵 他猛然向前迎去 想是要走向 这万古长天画卷的尽头 一切都是虚的 我渐渐明白了 为什么找不到那位 我们所有人依附在他的梦中 所以整片故事中都没有他 九道一梦意 越发的迷茫 还有无尽的伤感 曾经的那些人 记忆最深处的往事都是伤 其实他们都早已逝去了 早在万古前都消亡了 连他自己也一样 现今所有这一切 都只是依附在那个人的记忆中吗 世界不负存 朱天早已亡 没有什么为真 九道一带着颤衣 身体勾搂着 苍老了很多 步履蹒跚缓缓地向前走去 他伸出手 去触摸轮回 伸出那些金色波光 最后失声说道 或许 整片世界都是那位啊 我们都是依附在他身上的 微弱痕迹 现在 两界战场早已 无法宁静 人心惶惶 一片嘈杂声 尤其是听到九道一的自语声 人们越发的恐惧 越发的感觉心惊肉跳 他们都被否定了 连真实的生灵都不是吗 老神匹 你真的疯了 或许你自己早已死去了 但是你看看本皇 我从来都是真神 这时 一声大吓 打破原有的惶恐 超脱阳间外 无尽虚空中 有一只大黑狗爪子 从天穷上探了下来 磅礴而射人 直入阳间后 没有停下 迅速的没入轮回路 深处的金光中 然后 那里便传出 耳朵的一声惨叫 相当的惊悚 让人感觉无比的恐惧 非常的慎人 令所有的进化者都发毛了 全都一阵胆寒 因为 那狗叫声太惨了 极其的害人 狗黄惨豪的 为什么呀 本集 已经拨净是腐烂的 乌黑的 恶臭的 带着乌血 那景象 让他忍不住 狗嘴都在哆嗦 残缺不全的犬牙都在打颤 我死去了吗 本是黄蹄不朽不坏 可是现在毛都落光了 肉都快烂透了 死去了 狗黄的大黑狗爪子 根本不像是活物 在波光淋淋的金光中 被映照出无边的死气 早就腐烂了 这才是真相嘛 他早已死去 不在这个世上了 浮尸叹气 想不到 你竟然去了 真成了死狗 让人伤感 让人悲啊 在阳间外的虚空中 坐在青铜棺材板上 摸了摸狗黄的狗头 过了很长时间 黑狗才回过神来 而后恼羞成怒 滚 你才死了呢 然后他一爪子向着腐尸扇去 想将他打进阳间 拍进轮回路中 也想看一看他现在的状态与真相 腐尸挡住了 但是他最后自己却有些忍不住 主动伸出一条手臂 颤颤巍巍的探进了阳间 直入轮回路中 一叉呢 他像是被三十三天外的 最毒的恶虫 遮了一下 手臂剧烈颤抖 并迅速收回 因为就在一瞬间 他看到了 腐臭的手臂 上面甚至有 灾恶级的驱虫进出 这是彻底腐来与死透了吗 虽说 他现在看起来就是腐尸状态 但是却也带着生机呢 可是 他一旦探进轮回路 身处的金光中 被映照出的真相 却严重了百倍 早已没有生气了 我们都死了 怎么可能 我明明还活着 腐尸低语 看着眼前的手臂 有些失神了 所有人都死去了 是被人观想出来的 整片山河 无尽宇宙虚空 都只是一幅画卷吗 不可能 三天地何等强横 现在早已攀升到最高点 极致强大 他们怎么可能 是被人观想出来的 腐尸赶紧点头 像是为自己活着找个理由 没错 若是世界为虚 可我的身体 的确还在啊 即便在那轮回路身处的金光中 是腐烂状态 毕竟 证明 不是虚幻 或许 只是那老人皮等怪物 才是被人观想出来的虚物 轮回路 轮回路身处 九道一转身看向室外 不知你们还有很多人 都有腐烂的尸体 脸上都是血 可也都只是依附在内卫的能量中 终究是死去了 狗黄大怒 你这老人皮 为什么非要说我们都死去了 无论如何 也接受不了这个说法 我只是揭开了血淋淋的现实 揭开这个世界的本质与真相 连那时光经文的开创者 身材矮小的老人都在出神 久久没有说话了 他从名山中复苏 难道 他其实只是死尸的执念 与最后回首吗 还有一丝堕落先王的黑影 也寂静无声 盯着轮回路最深处 在推演 在猜疑 心中无比的矛盾 九道一南南 或许 那位并没有超脱古史 从来都没有离开 因为这片古史就是他呀 而他所在的古史 已经毁灭了 他的伤与悲 他的思念 他的痛与万古伤 构建出了我们 我的天哪 人们感觉头皮都要裂开了 剧痛 而后如同在过冷殿般 浑身冰冷 无比的难受 竟能这样推想吗 突然 狗黄的眼神犀利了起来 越来越璀璨 你磨整了 你来看一看 这个人到底是否为活物 然后他一挥爪子 将楚风给扇进了轮回路深处了 映照在浩瀚与圣洁的金光中 我 已久是我 楚风伸手 他看到自己的血肉之躯 充满生机与活力 并不是虚无 在一边看热闹 同时阵阵害怕鱼 战战兢兢的龙大鱼 这时也被一只毛茸茸的狗爪子 揪住了脖子 吓得他嗷的一声惨叫 结果被迅速的扔进了轮回路深处 刹那间 他的身上光彩迷蒙 数次变幻 他是真实的血肉之躯 不仅如此显化 是真实的 而且 似乎轮回路深处 有某种神秘的能量 还追溯了他的前世过往 最早期 很久前的某一世 他竟然曾是一只金蚕 而后某一世 他成为怪龙 在此过程中 他吞食了三十三重天草 足以让他活出三世 啊 我也是 欧阳风 怪龙大叫 接着他被扔出了轮回路 跌跌撞撞 栽落在老骨的身边 彻底失神了 他为龙生食 吞食三十三重天草 某段岁月 其肉身昏沉死寂很久 这可不是能活出三世那么简单 三十三重天草 太惊人与神秘了 那个时候不止让他涅槃 还让他一半的灵石 曾去转世 最终到了地球 成为神兽 蛤蟆 欧阳风 原来他早就认识楚风 曾与那人贩子 在小阴间共处 闹出好大的动静 做了一片又一片大的 直到太武天尊降临 击杀他们 他们被楚风送进轮回路 而他欧阳风的那部分灵石 才又一次回归 怪龙的肉身中 算是另类的转世 回归阳间 只是 回来后 他并未觉醒在地球 在小阴间时的记忆 直到现在 他才真正复苏 远处 楚风也吃惊 怪龙竟是欧阳风 难怪他一直觉得 其气质独特似曾相识 那与故人太像了 龙大鱼也在南南 怪不得 当我看到 妖妖节与人大战时 觉得眼熟 我也是地球英灵中的一员呢 欧阳风感慨 震撼莫名 然后他看向楚风的目光 就变了相当的不善 被这人贩子前后两世折腾 欺负 让他背黑锅不断 真是好惨啊 老谷敬意不定 看着怪龙疯疯癫癫 忍不住碰了碰他的尖头 你咋了 我 知道今日方知我是我 真我 回归 欧阳风答道 并同时口水四溅 仅这么一瞬间 老谷几乎就成了落汤鸡 脸彻底黑了 这你嘛什么风格呀 什么气质 你这是说话吗 你这是打雷下雨呢 他想活活的掐死怪龙欧阳风 欧阳风才恢复地球的记忆 有些习性就犯了体现出来 说话时不由自主的便狂喷口水 砰的一声 老谷没客气 一巴掌削怪龙后脑勺上 将他拍飞出去数百丈远 我管你是龙大鱼 还是欧阳风 都在我面前 安静点 这时楚风也跌落了出来 周西一辈送进轮回路身处 结果映照出来的依旧是真人 是神光中血肉精盈 并非染血的厉鬼 接着 妖妖主动进入 映照出的也是生机勃勃的真身 老人皮你怎么看呀 是不是我说的才是真 你或许死去了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虚假的 有大量活着的生灵 九道一发呆 身体僵硬 他总觉得还是有些问题 这个世界很多人 真的都是死尸 都是曾经的痕迹 自己都后背冒寒气 九道一突然喝倒 不对 一定有什么问题 有人蒙蔽真相 给我看到的世界不全灭 谁 是轮回狩猎者背后的力量吗 你们属于哪股势力 竟敢在内卫的后院搞动作 相思无葬身之地吗 还是说 你们原本与那位有关 是他留下的什么 但而今却被外来者所利用了 逐到了这里 沉寂很久后 狗黄开口 很低沉 但却很有力 其声音在九道一耳派萦绕 其低语声震慑人心 你说我们都死了 都是虚神 都不过是话中人 可是 你有没有想到 也许事实真相 正好相反呢 狗黄的声音充满魔性 有种神秘力量 接着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一种 非常恐怖的可能 其实 那位从来就不存在 他才是虚无的 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 你在说什么 九道一怒了 无论如何 他都对那位充满了感情 敬佩与尊宠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狗黄眸子悠髓 声音低沉 或许 一切都只是因为 我们的世界 当年的诸天 遭受了不可挽回的大劫 血雨乱毁灭了一切 我们无力抵挡 无人可靠 而那位只是我们 所有人心中的蹊跡 是我们各族心灵的憧憬 完全是幻想出来的一个人 希望他能够消平天下 平定血乱 轰灭不祥 斩尽所有敌 横扫万古成天 颠覆过去 改写所有战局 改写整片古史 这种话语 简直像是混沌雷电 阵列天上地下 太惊人了 狗黄低语 其实 从来就没有这个人 从来就没有这个人 那位只是人们心中的 怨景化身 各族蹊跡所在 是无力对抗大破灭 于无尽沮丧 于腿败中的最后憧憬吗 众生 想要有这样一个人出现 去改写整片古史 去颠覆过去 重整乾坤 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 大事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绝望到了怎样的境地 才会有这种众生共鸣呢 那位只是人们心中的强者 他才是被人们观想出来的 九到一 若泥塑木雕 彻底地从头梁到脚 心灵如同坠到那 至暗幽冷的地府中 无边还一刺骨 侵蚀灵魂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摇头 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猜测 老人皮 大多时候现实都很残酷 真相往往血淋漓 虽然无奈 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 从来没有那样一个人 他看向楚风 夭夭 怪龙 周西等 这就是证据 就是现实 他们有血有肉 有蓬勃的生命力 并非尸体与厉鬼 若是被人观想出来的 若是在画卷中 他们怎么活生生呢 九到一 发症 有些茫然 若是这只狗 所说为真 那么将彻底 颠覆他固有的信念 整片世界观 都要崩塌 但刹那间 九到一 祸地抬头 像是想起了什么 空洞的双目 射出仙芒 看向狗黄 不应该啊 你也见过那位 说到这里 他进一步加重语气 你见过那位 却不记得了 这就更加证明 你死去了 失落了 曾有的旧意 你说什么 我见过那位 共处过一世 狗黄震惊 哪怕依照传说 他也与那位 隔着不止一个纪元呢 别说是他 正常的话 就是三天地 都不可能 与那位同处一世 九到一 如实说来 那时你还是个 小狗崽子 算是你的前使身 见过那位 而你的后使身 也曾隔着 时空遥望过 纵然 你敢咬天咬地 咬得仙神 不敢放 无仙气 也从来不敢 在那位面前放肆 更不要说瞎嘴了 九到一 如实道来 见鬼了 我信你个糟老头子 才怪呢 狗黄不信 这证明你真的死了 所有的过往都消散了 随风随 岁月而逝 狗黄发毛 今天一而再地 被人强调 他早已经死去了 着实让他 坠坠不安 心中发慌 有些堵 他老眼浑浊 看向身边的腐尸 想让他真身 全面进轮回 去试试看 腐尸不理他 那意思是 你怎么 不自己 全面闯进去呢 九到一开口 他直接找上腐尸 你也遗忘了过去 正说明彻底死去了 你我现在 都是话中人 历史长河 不过是一幅 真实而残酷的 泼墨画卷 腐尸被盯得心虚 我忘记了什么呀 你的肉身 也就是最初的你 曾与那位亲如兄弟 九到一神色复杂 这种话语 响彻在当下 简直比混沌 仙雷还赦人 让所有进化者 都双目嗡嗡作响 不敢相信 那位身边 那位身边亲如手足的人 腐尸的前使身 来头未免太恐怖了 简直惊悚朱天 关于这些 腐尸隐约间听说过一些 知道一些别人嘴里传出的旧事 这意味着 他自己的确早已遗忘了吗 机缘更迭 在后世 你曾与那只狗 去寻找某种大药 隔着时光长河 见到那位 曾哭喊着 提醒他 而你自己几乎遭结 有些旧事一旦说开 那当真是惊涉 古今 让在场的真仙都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远处 老骨唇红齿白 此时直咧嘴 很想说你妈呀 这是真那么吓死老头子我了 龙大鱼 也就是当年的蛤蟆欧阳峰 更是吓得脸色煞白 并闭嘴 再也没有喷出过一口口水 九道一 沉生说道 很简单 我问你 师父还记得那个银发少女 这是你死都不应该忘记的人 谁啊 腐师茫然 并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 谁没有年少时啊 九道一 简略与简短的提及一些往事 那位也有年少时 而腐师与太阴玉兔族一位少女 都是那位年少时的好友 曾有过许多值得回忆的过往 这让狗黄目瞪口呆 腐师 曾喜欢过太阴玉兔族的一位女子 通过九道一简单的一段叙述 腐师颤抖 他的确记不起那些事 与那个 第2129集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一个老怪物 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怎么可能还会有这种情绪呢 一个女子就能让他失控 不可能啊 这种感触 这种懵懂的时光 只能是那些年轻人的专属 他怎么会有如此可笑的冲动呢 然而 不知道为何 他心底最深处 却像是血淋淋 总觉得遗忘了什么 九道一看着他 年少时生死与共的红尘知己 待到天地血乱 天人永隔 无尽时光后 你从藏土中复苏 努力意气了所有 可是 而今你却忘却了 你不是死去的人谁是啊 为了不忘记 腐师曾将关于那个女子的 所有记忆明刻成魂光节 烙印血肉真身中 然而 现在一切成空 腐师寂静一动不动 可是这肉身 座椅深处 心底未知角落间 却像是撕裂了一道缝隙 他隐约间看到了模糊的画面 他从藏土中复活 发疯般的去挖旧地 去掘地府 打哭着想要找到那个女子 然而 到此为止就没有其他了 彻底空白 他真的记不起来了 腐师努力摇头 这不应该是我的记忆 我是什么人 击灭多次后复苏 都什么年纪了 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冲动呢 可是 他的心底却真的有某种难言的痛楚感 私有无尽的悲凉涌起 腐师的老底被揭开一些后 狗黄原本想笑 与奚落他 可是见他这种表情后 他又闭嘴了 什么都没有说 谁没年轻过呢 那个女子还有腐师 曾与那位走在一起 交情莫逆 到头来 却分外的凄凉 若是腐师真的有那种情绪 有那样的过往 曾发疯般寻找过 那个女子的下落 甚至是去挖遗骸 没有人可以笑他 狗黄也沉默了 那个女子还有腐师 与那位共同走过一段大事 见证了常人不可想象的璀璨 以及后来的血与乱 直至没落 只剩下无边的悲怅 腐师想不起曾经的女子 我去试试 他竟毅然的冲了出去 要亲身入轮回路 深处感受 要变真相 自己是否真的死去了 狗黄一把拉住了他 有些不忍心了 怕这个老伙计 座位中激荡起某些情绪 心底深处的伤露出来 他坚决而坚定 死死的阻住了腐师 不让他去 腐师也很坚决 无妨 如今我忍不忍鬼不鬼 自己都快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有什么不能放下的 让我真身去看一看 既然你执意要去 那我们就见证个彻底 背负帝师 我相信 真相自可揭示 没有人可以愚弄天地 哪怕成为了尸体 他竟要闹大 因为他有些怀疑 或许轮回 身处某些力量 可能蒙蔽了世人 他要腐师带着帝师 去验证真相 在狗黄后方 残中伴着帝师血迹斑斑 这是三天地中的其中一位 狗黄曾背负他 走遍诸天 想要找到复活他的大药 不久前 更是腐帝师 取魂河大战 腐蚀跨越时光 跨越虚空 沿着一条模糊的道路 超越世人的想象 直坠阳间 没入轮回路身处 他果然背负帝师而来 他与黑狗的身上 都早已沾染上 这位天地的气息 不然的话 换个人怎么能背负呢 自身注定要炸开 他 直入轮回 要以天地释法 以验证这里的一切 两种可能 将剑分晓 其一 诸天即灭 各族进化者都死去了 万古时空 不过一画卷 所有人皆是泼墨出来 也可以说是 那位观想出来的 第二种可能就是 那位从来就不存在 是虚无的 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 腐蚀很果决 背负帝师而行 静止闯入波光淋淋的 金色能量间 一刹那 他身体深处 某种情绪再次浮现 他又一次在模糊间看到 自己拼命地挖掘旧地 凿穿古史 在寻找着什么 真有那样一个女子吗 可是 他遗忘了 腐蚀大叫着 那个时代 那些人呢 不知道为何 他心底再次有莫名的悲伤 忍不住想大吼 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吼声 还是天地事法所致 竟引动此地 发生惊人的巨变 整片世界都像是在转动 轰鸣 不断作响 轮回路深处金色波光流淌而出 让外面的许多人都忍不住 惊叫 大呼 怎么可能 这是不少人惊慌大叫 波光所过之处 世界像是要在轮转 而天地又一次倒旋 发生不可预测的转变 将轻浮了 楚风 妖妖 周西这些被认为活人的脸上 居然出现了斑斑血痕 而一些被认为早已死去的人的脸上 血污居然在消散 九到一颤立 世界在轮回 转生 同一时间 与此地隔绝很远 某一片特殊地带的轮回路上 一个亘古寂静盘坐不动的泥胎 竟在此时开始颤动 若是楚风看到 一定会震撼 那是需要以转生福祉 祭拜的 那个泥胎 地狱空荡荡 恶鬼在人间 死去的中要回来 朱天都在转生中 九到一难难其话语 有些让人觉得惊悚 此时 轮回路深处金色波光蔓延 撒满两界战场 许多人都被覆盖了 之前被认为活着的人 才是厉害 行走在人间 一些进化者 顿时感受到刺骨的含义 从头梁到脚 看向身边的人 接满脸的血 顿时心底都在冒寒气 人们不断倒退 如坠冰枯中 宇宙轻浮 天地道悬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没有真正的人 活着的都是厉鬼 更为可怕的是 平日间常态化 维系着这种诡异的天地秩序 众人皆不知 这事倒是怎么了 厉鬼行走人间 而真正的人都死去了 一些人颤声说道 有种源自灵魂 最深处的大恐惧 某一条特殊的轮回路地带 泥台盘坐 身上厚厚的尘埃扬起 身体像是要复苏了 尤其是双目那里 眼皮似乎在素素而动 宛若要睁开 但是 处于某种大道规则下 已或者是古代的符文所致 这种苏醒像是极其缓慢 随时会终止 泥台身上不断有纹落闪耀 而后又迅速幻灭 漫天的沙 从他那寂灭万古的身上荡起 落在轮回段路上的深渊下 留下涟漪 而后震出无边的金色光波 两届战场前 轮回路间 俯视又一次低吼 我忘记了所有 那位曾是我的兄弟 可是 你在哪儿啊 举世茫茫 那一时代的人几乎都死去了 还剩下谁 怪龙也就是欧阳风 看到楚风脸上的血 多二十几倍 声寒向后倒退 你是 死去的人 他又看向老谷 也是一脸的污血 像是没有人气 地狱空荡荡 恶鬼在人间 之前被认为的活着的人都是厉鬼 接着 龙大鱼看向周西 迅速倒退 他觉得自己被恶灵包围了 见不到活着的生灵 怪龙头皮发麻 之前看似死去的人才是真正的生灵 而活着的才是厉鬼 这简直对我刺牙 再怎么说 咱俩也曾一起行走天下 曾为鬼凶人的呀 楚风没说什么呢 老谷直接给怪龙的后脑勺来了一巴掌 麻布之脸长 看你自己 也是血淋淋的还敢嫌弃别人 一面铜镜应照身前 龙大鱼几乎跳起来 耳吼呆呆发愣 他这小模样实在有些惨 脸色苍白 血迹斑驳 像是活尸在人间 这时九道一的声音 终于再次响起 像是明雾了 又像是在梦翼带着颤音 整片世界 诸天 大千宇宙 所有的一切 都在转生中吗 虚非虚死非死 这人间万象 古代与金招 初始未定 终结未完 都是不定的吗 世界就像那阴与阳的两面 在转化 整片世界轮转时 那光照耀到哪一面 那一面就有可能复苏归来 以内卫的手段 如果想让某个人再现 凝聚其行并不是太难 但是 那或许直轮转中 记忆的再现 并不是当年的人 九道一不断低语 像是在回忆许多往事 那位曾说过 死去就是死去了 哪怕凝聚出故去的人 或许也只是肉身的重组 记忆的再现 其实就像是一个复制体 不见得是曾经的人了 当年 那位哪怕独断万古无敌世间 也曾怅然 也曾谈 九道一想到这一些 想到了许多事 那位 想要身边的人真正重显 可是所谓的轮回转生 真的是让曾经的人复活了吗 不见得 以那位盖世无匹 横推古今的实力 什么不懂 又有什么不可知呢 他都能亲自开辟轮回路 留下祖福纸了 他怎会无法凝聚出 当年的英灵呢 他觉得 凝聚出的还有转世回来的 只是拥有一模一样的 记忆与肉身 是复制回来的载体 而那些人 却永远死去 断落在当初了 九道一的声音很低 自言自语说了很多 让许多人都茫然 都吃惊 都悚然 感受到一种无奈与惊惧 轮回被否 有些人意识到了什么 这是那位的体悟吗 曾被九道一听到 有些人真的懂了 死去就是死去了 想要复活 想要让他与他转世 从轮回中再现 看起来是当年的人 当初的英灵太难了 其本质可能早已改变 这一切甚至被认为 以此复制而已 虽有人不解 也有人恐惧 但楚风懂了 他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般感觉冷冽 寒气 直接侵入骨子里 转世被否了 意味着 那些所谓轮回中的人 都不是曾经的人 那么他的父母呢 以及黄牛 大黑牛等人呢 在线的东大虎 欧阳峰 他们已然成功 转世在阳间 也要被否决掉了吗 并不是当初的人 楚风身体发冷 心中的天地在颤 将要崩开版 有些事情若为真 那实在太沉重了 让人难以接受 龙大鱼 也就是当年的蛤蟆 欧阳峰彻底呆住了 如泥雕木素般 自身存在的意义 都要被否决了 我 亦不是我 现场并不只是他们 各族的头领 都来了一些 更有究极生物 以及堕落真仙 这种处在 进化领域金字塔 顶尖的生灵 有些人背景下人 根脚复杂 部分曾手持符指 踏入轮回路 带着记忆转生 这一刻 他们心中发紧 自身的转世 被认为有大问题 他们已经不是 昔日的自己了吗 这 没有道理 有一位老怪物声音 都发抖了 他已经是腐烂的 大鱼籍生物 走到这一步 何其艰难 他曾重活过一世 而今竟听到这种话 挤身不是挤身 实在令他难以接受 一时间 真正的究极生灵 都在沉默 都在思考 转世为假 真身不存 便一切为虚了吗 那位 并没有下终极结论吧 从明山中复苏 留下时光经文的 身材矮小的老者开口 他也有点受不了了 显然 研究时间的强者 更为害怕这个问题 这时 连那一直处在幽暗中的黑影 疑似堕落 先王族走到极致尽头的生物 也开口了 其声音沙哑而低沉 但却有惊人的穿透力 简直要撕裂虚空 洞穿众多进化者的灵魂 转世回来的人 究竟是不是当年的人了 就连那位也没有定论呢 只是有所犹豫 并不是真正的彻底否决吧 九道一听闻后摇头 站在轮回路中 那位既有所徘徊 常然万古 那么也许便是定论了 他也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 现在他想到当初的一切 却又不得不心头沉重的 如实说出来 这世界 到底怎么了 便是被身材矮小的老者 禁锢的五疯子都忍不住开口了 心中无比的矛盾 想洞彻真相 九道一开口 想要当年的人真正活过来 而不是要那在轮回中凝聚的复制体 那位或许做到了 目前我们都看到了 整片世界都在转生 所有的时光 所有的条件 都被追溯到当年 特定历史时刻再现 复活那些人时 天地间的一株草 空中悬浮的一粒尘 都与那一世 绝别时一样 都再现出来 如此复苏归来的人 或许才是当年的人 简直如同惊雷般 齐化与朕的各族进化者 双耳嗡嗡作响 无比的亥然 或许远比我说的复杂 种种因素 都将细微到极致 真正意义上的复活条件 远超你我的想象 你们看 这世界在轮转 有些地狱你我平日看不到 如今却再现出来 有些满脸血迹的人 还有些神秘的山河 你我寻常都发现不了 可现在却亲眼目睹了 这是要让曾经的古时再现 时光交错间 与现世偶尔融合了 看似紧乱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复苏与回归 九道一风言风语 有些人不懂 有些人却明误了一些 世界转生 整片古时再现 所有许多不可想象的条件都满足后 当年再现真正意义的复苏 让一些英灵回归 古时与现世交融 枕龙发溃 一些人觉得世界真正意义上被颠覆了 震撼间又不寒而栗 或许 或许